请问,如何才能为家里招来福运,去除霉运呢? 家庭的祥和安宁很重要 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啊 整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家里面吵过来吵过去 骂过来骂过去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为那些小事 接连不断的翻旧账 你要知道啊 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人会待得下去的 这个福运,财运呢 他也不愿意待下去啊 家庭不安,百财不入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人和财富你都养不住 所谓和气生财 家和万事兴啊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家庭问题不要计较谁对谁错 不要纠缠于输和赢 家庭当中那些所谓的对与错 输和赢啊 其实就是一个角度问题 站在你的角度上 那可能就是对的 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讲呢 那可能就是错的 一个家庭能够持续和谐的秘密 就是你要懂得 红烧和清蒸 只是一个口味的问题 他终归做的是那条鱼啊 这绝对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夫妻之间 如果因为这些事情 弄得整天是怒目相向 愁眉苦脸 那你的家庭啊 可就彻底没了温度呀 那简直是一对面具夫妻啊 你想想啊 一个冰冷的家庭 哪里来的运气呢 你要知道 男人是女人的命 女人是男人的运呢 两个人合在一起 促成和谐 那才会经常有好运呢 三 不要整天在家里面 对着孩子发泄情绪 太重要了 否则会后患无穷的 你要知道 经常被吼骂的孩子 以后会怎么样呢 首先我告诉你啊 孩子会跟你学会一样的暴躁 小的时候也许他不敢反抗 可是他终究会长大 那可要跟你对着干了 孩子就会非常的叛逆 就会非常的极端 甚至会导致他自卑 内向 胆小 懦弱 那这样下去 家庭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好呢 你要知道 尽管你对孩子呀 这个也是失望 那个也是不满 那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呀 恕我直言 遗传基因不是你的问题吗 教育方式的匮乏 不是你的问题吗 言传身教不到位 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孩子嘛 就是一张白纸 哪里来的那么多问题呢 记住 千万不要在家里面 跟孩子吼来吼去的 最后 孩子被吼的性格都变了 你的家里 哪还会招来好运气呢 哪里还会有好福气呢 牢记家庭三大禁忌 把它全部克服掉 你的家庭一定会脾去泰来 越来越有好运气 BORNVOREDM